您好 欢迎收看6月1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慧 延续50多岁水泥宫确诊案例 花莲地区在12号又宣布有三位确诊 一位是公投 一位是公班 还有一位是水泥宫的孙女 县长行政委也特别前往了新泉村和圣安村的筛检站来视察 400多位相亲全部都是阴性 延续水泥宫骑离的案例 又有三位周遭的亲人和公投公班确诊了 欢迎线流行防疫指挥中心 也公布他的足迹时间点和明细 就是我们的这个案12298 他是他的妈妈 以及案12297是他的弟弟 是他的弟弟 所以他们一家人连他已经有三个确诊 那当然他还有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目前我们也做PCR 目前是阴性的 还在居家隔离中 那这一家人会难以 还是就是因为我们的案12137 就是跟着到观音工地去做工的那个先生 然后回来之后 因为他们相处在一起 所以在被确诊 案12669 那接下来我们再探讨 那时候到我们的观音的时候 他是一个工班 那这个工班里面当然包括了一个工头 还有几个工人 那案12137 是第一个被发病的个案 那今天报告第二个是12668 这是另外一个工人 60多岁 那他的CT值可以看到 也是31.9 是蛮高的 那他就是刚才讲的 跟12137 共同北上到观音去工作的 那这个个案呢 平常都有些慢性疾病 尤其是肺部的慢性疾病 所以那他也在 长期有在拿药吃 那这个个案 他平常是跟他太太一起在工地工作 摸到我们的工头 那这位工头呢 这个是45岁的男性 那他的这个案号是12670 他的CT值真的蛮高的 20.2 那直到目前为止 他其实也没有任何症状 没有任何症状 那他平常也没有慢性病 但是是一个很懂得保健 吃保健食品的人 那有喝酒 那他跟他同住了 有他的父亲 还有跟他大一的女儿 那个案从这个桃园回来之后 桃园回来之后 那整个活动的场所 活动的场所 大概是就像我们今天 所列的足迹一样 说他生活单纯 也蛮单纯的 前来学者表示 水泥工事件前天7例 加上今天的3例 确诊共有10个人 12号也针对新城村 和松山村的村民们 进行快筛 总计有400多位 乡亲前来检查 结果全部都是阴性 从此也呼吁大家 秉持着不探亲 不防御 不串门 不共识 不聚餐的原则 一人一事 维持居家环境的通风 若有任何症状 请拨打 欢迎先卫生局 防疫专线 03-822-6975 记得转眼花车不到